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常听人说三伏天这个日子对我们调阳的身体很重要 其实什么是三伏天呢? 三伏天其实是全年三个日子 一般来说它是介乎在24节气的小暑和柱暑之间当中的三天 这三天是全年最潮湿、炎热和阳气极盛的日子 所以会阴气潜伏和收炼 在这个时候去调养身体就可以预防一些冬天经常会出现的疾病 三伏天其实是以天干几日法来决定 每年夏至天干日之后的第三个更日为初伏 天干每十日为一个循环 所以中伏在初伏的十日之后 而没伏在中伏的十日后 所以2024年的三伏天就是这三天了 至于三伏天要怎样做才可以好好调养身体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说 记得支持我们 和订阅《渡通天地》YouTube频道 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发布影片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